3月9日至14日 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中国驻东京旅游办事处 主办的百名日本大学生看中国活动走进四川 3月10日来自日本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福井大学 和东京理科大学的39名大学生 来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亚安基地 他们的目的是探望在日本出生 于2023年2月21日归国的大熊猫乡乡 今年6岁的香香是一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大熊猫 自出生以来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日本上野动物园的日子里 它不仅是动物园的明星 更是日本民众心中的宠儿 此行的日本大学生中 有很多都曾在日本见过香香 这次重逢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 第一次在日本见香香的时候 它真的很小 这次在这里再次见到它 它变得很大 我感觉很惊讶 感觉香香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 它会更自由 2018年 我高中的时候去上野动物园看了香香 那个时候排了很长的队 大约是排了半个小时到一小时左右 第一次去看它的时候 它不到两岁 很活泼好动 今天来看到香香 感觉它已经长大了 不像小时候那么爱动了 今天拍了很多香香的照片和视频 回去要给朋友和家人看 此次日本大学生来到亚恩基地 除了探望香香 他们还了解了大熊猫保护工作的国际合作模式 以及中国在大熊猫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就 在这种保护区的话 人和大熊猫的距离是很合适的 虽然它很活泼 但是人太靠近的话 它们也是会感觉到压力 在这种环境可以亲近大熊猫 可以感受到大熊猫 我觉得特别开心 随行的高氏贵博是日本知名大熊猫摄影师 也是香香的铁杆粉丝 自2017年12月 香香首次公开亮相 高氏贵博几乎每天到上野动物园 拍摄记录香香的成长变化 当香香出现在镜头中 点起脚尖的高氏贵博瞬间按下快门 这也是他在香香归国后 第二次来到四川拍摄 香香看起来非常的精神 亚安这边的环境真的非常好 香香很自由自在的样子 让我觉得很幸福 日本大学生们看到了归国后 生活得很好的香香 我觉得很好 大熊猫适应新环境 需要很长的时间 香香也是一样 回国之后 它适应新家花了一段时间 现在我觉得 它已经很适应这里的新环境 很安心地生活在这里 日本民众都非常喜欢大熊猫 尤其是通过香香 增加了很多的熊猫粉 多亏了香香 让更多的日本人 对中国感兴趣 现在每天都有很多的香香粉丝 从日本来看它 香香作为日中友好的桥梁 帮助大家更了解 中国的历史文化 欢迎订阅 多谢观看它 我们下期待的计划 我们下期待的计划 我们下期待的计划